一对老年夫妇正在爬山 突然大爷觉得一阵尿急 见四下无人便想去旁边方便一下 可他低头一看竟发现一只裸露的人手 吓得大爷立刻报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了现场 据这对老夫妇称 他们经常来这边爬山 但从没见过这个土坑 由此看来尸体可能是刚被埋在这里的 可当警方将尸体挖出来后 发现死者的皮肤成黑紫色 这明显不是刚死亡一两天的样子 据当地的民警称 这里前几天下过暴雨 所以他猜测可能是大雨冲开了上面的浮土 因此尸体才漏了出来 而这里前几天刚刚举办过马拉松比赛 死者身上的衣服就是马拉松比赛的赛服 所以警方猜测 死者是当时马拉松比赛的参赛者 接着警方沿着比赛的线路进行了勘查 发现整个比赛都是在山里的柏油路进行的 而这条小路只是一个岔路 可这段时间也没有接到主办方报警称 有参赛者失踪 而且参赛者为何会选择这条小路呢 将尸体带回警局后 经过法医初步鉴定 死者是因为头部遭受重击 导致颅内出血而死亡的 凶器很可能是铁铲一类的钝器 死亡时间大概是在一周前 而在死者的指甲内 隔口鼻触都发现了一些粘胶类的残留物 法医猜测 死者生前应该被胶带之类的物品捆绑过 可奇怪的是 死者脚踝上却没有被捆绑过的痕迹 而在死者的脚上发现了明显的擦伤痕迹 毅修认为 死者遇害时应该努力挣扎过 法医还在死者的胸口处 发现一道类似心脏手术留下的疤痕 很快警方调查到了死者的身份信息 女人名叫萧雪 21岁 是一名英语辅导老师 警方通过马拉松比赛的群 找到了萧雪的父亲 萧明远 萧明远一见到女儿的尸体 差点晕了过去 幸好一旁的一休 及时扶住了她 回到办公室后 萧明远称 萧雪三天前就不见了 可她觉得女儿长大了 也就没有特别在意 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古静向其询问是否知道 萧雪做过心脏手术 萧明远称她就是心外科医生 而萧雪的手术 就是她亲自做的 一休听后 决定去萧雪的住所调查一下 可没想到 萧明远试了好几次 才将门打开 古静问她 是不是不经常过来 萧明远神色不自然地说 自己平时工作忙没时间 来看萧雪 进去之后 他们发现屋里乱糟糟的 像是刚被打劫了一样 萧明远尴尬一笑称 女儿一向这样 说着就要准备去收拾 子诚立刻上前 阻止她破坏现场 正当他们准备 对现场进行搜查时 一休忽然想起 萧雪名下还有辆车 询问萧父车子在哪里 可萧父却一问三不知 古静发现 这个父亲 似乎对女儿的了解 也太少了些 这时 一休看到桌子上 有一个工作牌 他猜测 这应该是萧雪工作的地方 他立刻安排 子诚去萧雪的单位 进行调查 来到这里后 子诚发现 这里是一个线上的培训机构 而萧雪的工作 就是在家里线上辅导功课 因此 同事对他也不是特别熟 这也难怪 他出世一个星期都没人发现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一休和古静 来到马拉松主办方这里调查 从经理口中得知 比赛那天 萧雪中途 曾在群里发消息说 身体不是打算退赛 一休向其索要了比赛的资料 就离开了 回到警局后 警方仔细查看了 经理提供的资料 一休发现 萧雪在群里发退赛信息的时间 是3.03分 而根据他以往的马拉松成绩 萧雪在2.50左右 就应该已经通过了 案发小路的路口 可监控画面上 萧雪并没有出现 因此 古静判断 萧雪在通过这个路口之前 就遇害了 所以很可能这条信息 并不是萧雪本人发的 而比赛时 他是开车去的 可他的车现在也不见了 所以古静断定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 接着 警方找到了 跑在萧雪后面的参赛者 萧雪跟着33号周勇跑错了路 而他觉得这个比赛 就是娱乐性质 所以也就没有提醒 得到线索后 警方对周勇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之前因为诈骗被判过刑 直到三个月前才刚刚放出来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先找到了周勇的室友 室友称 周勇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了 他对周勇这次参加马拉松的事情 感到很奇怪 因为周勇平时就爱抽烟喝酒 吃了饭连六个弯都不愿意 更别说跑马拉松了 室友的话 让警方对周勇产生了怀疑 可他刚被放出来三个月 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 和萧雪产生杀人的矛盾呢 正当大家都没有头绪时 警方发现了周勇的行踪 将其带回警局后 周勇称这几天一直在朋友家打牌 所以一直没有回宿室 而他参加比赛 也就是为了奖金 所以就趁着前后 没人跑进了小路 当他听到萧雪死在了那条路上时 立刻激动地说 自己没有杀人 就在他急得抓耳挠塞时 突然想起有个人 可以证明他的清白 一修和古静按照周勇提供的信息 找到了那个能为他作证的护灵人张军光 张军光称 那天他看到一男一女从自己身边跑过 可当时他看到的是女孩在前面 男孩在后面 而且两个人的距离不近 随后他在走到大路上时 看到一个人在跟六号休息站的人吵架 经过辨认 这个吵架的人就是王宁 一修二人听后很疑惑 因为王宁说萧雪是在周勇后面 可为何护灵人却说萧雪是跑在前面的呢 由于张军光和王宁的证词相差很大 为了验证他们的差别 一修和古静让张军光带他们分别看了萧雪和周勇出现的地点 接着二人模拟了整个跑步的过程 他们发现王宁和张军光的证词 跟他们验证的时间和地点都对不上 他们猜测两个人都有问题 正当他们准备再次去找张军光和王宁问个清楚时 天空却突然下起了暴雨 两人只好先返回镇上找了个饭店躲雨 他们无意间听见灵桌顾客的人谈话 发现原来旁边吃饭的这个男人才是真正的护灵人 两个月前张军光和真正的护灵人达成交易 称要无常替他上两个月班 一修和古静听后感觉这个张军光很有嫌疑 回到警局正打算对张军光深入调查时 紫诚这边称找到了萧雪的车子 几人立刻赶到现场 却发现车里的发动机竟然不见了 几人无奈只能在现场进行翻找 终于在一堆废铁中找到了车辆的发动机 几人很奇怪 发动机看上去很新 怎么会放在一堆废铁中呢 这显然有人在隐藏什么事情 随后古静在萧雪车中找到了一枚纪念币 这枚纪念币的发行时间正好是萧雪出生的那一年 看来这对萧雪来说应该有很大的意义 随后几人经过走访得知 收车和拆发动机的都是一个名叫刘干的人做的 警方立刻将刘干带回警局进行询问 经过审问得知 在案发前一天 有一个女人曾联系她收车 而她因为打牌输了钱 想倒卖车辆的零件挣些钱 才收了这辆车 古静听后认为这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 而且很可能是多人团伙作案 之后他们又调查了刘干的通话记录 发现给刘干打电话的是一个公用电话 幸好公用电话的附近有一个监控 监控正好拍下了给刘干打电话的那个女人 可易修却感觉很奇怪 小小年纪的萧雪怎么会有这么多仇家呢 古静意外发现张军光的户籍所在地是沁城 而周永英诈骗服刑的监狱也恰巧是沁城 这几人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 不过易修现在最关心的是 这几个人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地将萧雪引到小路呢 就在这时 古静突然想起之前在萧雪家调查时 萧雪桌子上的鼠标是在电脑的右边 而笔却在本子的左边 本子上的内容也是习惯性地先写了右边 所以他猜测萧雪是个分不清左右的人 如此说来 当时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跑错路 如果周永他们都在说谎的话 那么时间上他们都可以控制 也就是说只要王宁和周永都往小路上跑 把萧雪领上小路也不是什么难事 而通过萧雪遇害的这件事 从时间上来看 单人作案根本不可能完成 只能是多人分工作案 更何况张军光提前两个月 就去顶替了真正的护灵人 现在想来 周永的证词也非常有问题 护灵人并没有工作服务 他怎么知道自己看到的就是护灵人的 带着这些疑问 几人决定去庆城周永服刑的监狱了解情况 从狱警那里得知 周永服刑期间没有任何人来看过他 而照片上的张军光等人他们也没有见过 倒是那个联系刘甘的女人 白这边接人出遇过 经过调查得知 女人接的竟然是张军光的弟弟张军明 而张军明曾因入室盗窃和过失杀人 也住在这所监狱 如此说来 现在除了王宁之外 都跟这个张军明有关系 而张军明很有可能就是这起案件的头目 得到线索后 众人立刻来到张军光兄弟二人之前的住所进行调查 可是查了一圈 也只是得知兄弟俩从小就没了父亲 后来母亲又得了白血病 弟弟张军明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走上了歧途 就在大家对张军明的杀人动机一头雾水时 警方调查到张军明出狱后 一直在做司机的工作 来到他上班的地方后 他的领导称张军明已经出车 好几天一直没有回来 本以为又要一无所获时 没想到却从张军明的室友那里 听说他的钱包里有一个一二的照片 几人回到警局后 再次查看了张军明的资料 发现张军明入狱15年 一直未婚未有狱 那这个孩子是谁的呢 紫诚突然想到 之前接他出狱的那个女人 他猜测这个孩子 很可能就是张军明和这个女人 可这些线索和萧雪的死有什么关系呢 古静忽然想起 萧明远之前的工作也是在沁城 而张军明最后一起盗窃案也是在沁城 所以他认为 当年在沁城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仇恨 为了验证他们的猜测 三人立刻调取了当年的案发档案 他们发现张军明之前盗窃 并失手杀死的是一名大学教授 从遇害教授的女儿得知 过完心脏支架没多久 就发现支架移位了 而这明显就是一起医疗事故 就在他们准备去告那个主治医生时 家里却突然进了贼 而这个贼就是张军明 他不仅偷了家里的钱 还将他虚弱的父亲推倒了 后来发现 就连准备起诉主治医生的资料 竟然也不见了 经过教授女儿辨认 那个主治医生就是萧雪的父亲 萧明远 接着易修和古静又查到 张军明之前 还有一个同伙叫吴佑 但当时由于罪名较轻 很早就出来了 现在是一家中介公司的老板 二人立刻找到了他 据他说张军明和他的女朋友 曾经有一个女儿 怀孕的时候 查出了有先天性心脏病 因为二人不舍得 还是生了下来 古静猜测 难道这就是张军明 和萧明远之间的联系吗 萧明远利用这个孩子 让张军明去偷资料 但最后孩子还是没能救活 所以这才是张军明 杀害萧雪的理由嘛 接着警方 从萧明远之前的邻居那边了解到 萧明远的女儿从小就弹钢琴 可自从进了小偷之后 就再也没听见过琴声了 从那之后 萧明远的太太精神就开始不对劲了 之后没过多久 他们一家就搬走了 就在这时 一修看到了紫诚发的信息说 找到了张军明和他的女朋友 可当他们打电话给紫诚时 却无人接听 一修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随后 他们在路边的一个垃圾桶里 找到了紫诚的手机 并且在手机里 找到了一张货车的照片 经过确认 这辆就是张军明的车 一修猜测紫诚 应该是被张军明他们绑架了 警方立即出动大批力量 抓捕了张军光 周勇和王宁等人 可不料 却被张军明跑掉了 一修等人 只能到张军明的住所 寻找线索 古静在床底 找到了一张张军明 和他女朋友抱着孩子的照片 照片的背面 还写着摇摇三岁 而张军明身上挂的钥匙扣 就是在萧雪车上 发现的那枚纪念币 古静联想到 所以想将萧雪变成自己的孩子 为了验证这个大胆的猜测 警方将萧雪和张军明的哥哥 张军光的DNA做了比对 结果二人真的存在亲属关系 这也就说明 萧雪就是张军明的孩子摇摇 为了引出逃跑的张军明 警方将这件事情报道了出来 没想到 很快就接到了张军明打来的电话 询问播出的内容是不是真的 张军明得到确切的消息后 立刻挂断了电话 幸好警方提前做了准备 根据电话信号锁定了他的位置 警方立刻出动抓捕张军明 而审讯室里的张军光 也说出了那天的真相 原来周勇和王宁以为 张军明只是想简单地绑架勒索萧雪 却不知道张军明竟然要杀了他 趁他们争执的时候 萧雪伺机跑了出来 可是还是被张军明拎着铁铲追上来打死了 最后几人共同挖了坑埋了萧雪 另一边 众人刚出发不久 就在一个路口的卡点抓获了张军明 及时就回了被绑架的紫城 而处理完萧雪后事的萧明远 也来到警局自首 并交代了当年发生的所有事情 原来当年萧明远做了一台失败的手术 他害怕职业生涯刚开始就结束 所以一直想把患者的资料偷回来并销毁 恰巧有一天碰上了张军明到家里偷盗 萧明远将张军明反锁在家 但张军明答应给他做牛做马 让他放过自己 他才想到让张军明帮自己去偷资料 但他没想到的是 教授竟被张军明轻轻推了一下就死了 后来萧明远利用他的女儿威胁他把整件事担下来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女儿萧雪也得了重病 在教授死后不久 萧雪就死了 而张瑶瑶因为没有户口做手术很麻烦 于是萧明远就让张瑶瑶用自己女儿萧雪的身份 办理了住院和手术 再加上精神不正常的老婆经常错把瑶瑶当成萧雪 萧明远就假戏真做 干脆隐瞒了自己女儿的死亡证明 将瑶瑶的身份变成了萧雪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